台北股市 今天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震荡 等一下我们要讲一下出口数据 因为台湾的出口数据真的非常难看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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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看 那等我们再解读 那我们先看 那为什么股票还会涨 因为现在有一堆人 有一群公司 都想利用在明年1月16号之前 赶快把自己嫁出去 关闭懂意思吗 因为明年1月16号 这个政党变天之后 我们从产业面 我并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那现在最求爱的就是联发科 因为台湾都知道 因为大陆现在爱设计 实力一天比一天更强 特别是中国成立的 很多国家半导体基金在扶植 所以台湾的龙头联发科 似乎很想抓住青春的尾巴 关闭懂 这样青春尾巴没抓到 那就是什么18岁的 什么少女时代 我的少女时代 什么九宝刀 那些年追的女孩 关闭懂 就所以当年没抓到青春尾巴 现在只能看电影流眼泪 关闭懂意思吗 失败人进电影看流眼泪 成功的人 当下就把尾巴抓得实实的 那些男主角女主角 就是我现在枕边人 所以联发科看完电影之后 现在知道青春尾巴很重要 不要等到五年后 再看什么 我的少女时代 那些年追的女孩 我现在就要求爱 所以联发科最近疯狂求爱 他非常非常积极 不想做败犬 因为台湾的半导体 青春好像走到末路 所以我们看最近 不断不断的一些 求是爱的动作 联发科股价今天很强 我们另外一档 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有关于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 是嘴巴很硬 膝盖很软 说好了不怕红潮 可在今天正式宣布 要在大陆的江苏南京 成立12寸的金源厂 以及设计服务中心 而且总投资金额 30亿美元 说好了不怕 说好了不去 怎么偷偷跑去 今天台积电股价很特别 大涨了3块5毛钱 股价涨幅超过2个百分点 我要讲去我们做观察 我们可以用一个 世光开玩笑 酸他们笑他们 可事实上股票产业竞争 基本上是没有国界的了 能够在台湾挂牌 我们就要关心他们要做什么 因为目前我们知道 从联发台积电都看到 因为中国现在进行一个 非常大的计划 叫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我们怎么解读 联发科为什么那么积极地求爱 台积电为什么积极地要去大陆 我们从这边看到 什么两岸或国际产业的变化吗 您的解读 对这个其实今天半导体的一个大涨 当然这个主要是两档个股 一个是IC设计的联发科 另外就是晶圆代工的台积电 尤其台积电是第一大市值 所以光这两个股 今天创破产新高 对这个这两个股 贡献台股的这个涨幅 应该基本上几乎都是他的贡献 对 而且今天电子股创新高 这个金融跟传产是没有 那提到这个半导体 当然这个担心 这个大家很担心红草 可是大家应该有印象 从10月份11月份以来 其实当初这个清华指光来 这个是他的这个董事长来台湾 对 当时有提到这个要并购联发科 联发科最近的动作很多 而且它行销方式也做改变 对 你看一下联发科的股价走势 虽然没有像台积电那么强 不过去一个月来看 其实台北股市的指数 基本上是小跌一点点 对 但是联发科是小涨一点点 所以它基本上是比大盘 还稍微强一点点 那最近的这个行销的方式 有点改变 而且它积极跟这个中国大陆合作 联发科 对联发科基本合作的东西蛮多的 第一个它提供一个这个免费的平台 叫做这个生态系统 那这个提供给这个所有的这个Maker 它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可以设计一些东西 而且它基本上是免费提供它服务 对 最后眉合它跟它的客户 这样来创造它的这个获利的契机 是 但是这个后面 这个行销的一个动作还要观察 这个我们就持续观察 这会不会搞得跟那个开侏罗纪公园一样 以为自己能够掌握住恐龙跟客户之类的关系 最后大乱把自己给吃掉 这个会不会这样我们不知道 不过这个后面就持续观察 对 那至于台积电为什么说它不怕红草 去中国大陆设厂就不会怕红草 所以我们要先把它想好一些因果关系 那最近我们观察一下 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企业 还有这个全球的这个创新的板块 是 这个因为每隔一段时间就有新的产业出来 对 那我们看一下比如说这是美国的这个投行 摩根斯丹利的他的这个算是这个分析师 他有提到他其实看好的包括这个医疗行为 医疗行业跟这个互联网 是 回头再想一件事情 另外还有包括像什么游戏啊 广告啊 电子商务等等 这个其实大概都围绕在互联网上面 而且中国大陆这次去纳入了这个 MCEI的像这个成分股里面 其实14家在美国上市 基本上都是中概的这个 网络股 算是这个互联网的相关的股票 对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连接的蛮密切的 那我们观察一下就从这个2006年 过去十年以来 是 然后把中国把它拆成两块 一个叫旧中国 一个叫新中国 对 那就是不同的产业啦 旧中国 那这个深蓝色的部分就是旧中国 新中国啦 对 那这个灰色的部分就是旧中国 怎么分啊 那 我怎么知道谁是旧谁是新的 这个新的话就是偏向互联网啊 新能源啊 这些就属于这个新的产业 旧的就是钢铁水泥锂 对对对 就是那种看起来很硬的很旧的 对 感觉上就好了 对 那我们观察一下 这是营收的这个过去十年的表现 营收的年增率 是 那你看一下从2010 2011年以来 这个就开始往上飙了 对 那旧的部分就一直往下掉 对 那这是获利的年增率 是 就是这个也是2006年到2015年以来 对 那你看一下这个获利年增率 新的这个中国就往上飙 对 那旧中国大概就基本上就趴在这个 这个维持在7%左右 是 这个基本上没什么成长 对 那另外就是类似这个市值本益比来看 对 那你回头来看一下这个新中国啊 看起来远比旧中国来得强 是 所以你看一下中国大陆 最近的这个股市的一个飙涨 其实这个很像民国82年83年的台湾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就是旧台湾跟新台湾 假如国民对股票有印象的话 民国82年83年就台湾股市 从12682一路崩盘 到2000多点 那事实上这过程当中 金融股完蛋了 房地产股完蛋了 仿制股跑路了 可是假如你看那些旧台湾的产业 你会看不到台湾未来 可是那时候包括了鸿海挂牌 包括了华硕在卫上市 广达进入卫上市 台积电准备挂牌 新台湾出现了 当你发现新台湾产业的时候 这股价都长到哪里去 对 从民国85年以后 那时候其实包括NB的龙头 包括什么太阳人龙头 包括手机龙头 一个一个都创新高 包括IC设计也是 这个也是有个股在创新高 所以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的一些 我们刚刚提到新经济的一些产业 当然是从今年以来的股价走势 那这两个股叫做西城 你看西城的股价走势 如果大家心里还有这个印象 中国大陆股市大概是五月份六月份见到高点 上证指数 大概5200点 5300点 现在还3400点左右 对 3500 对 所以你回头来看 其实这两个股因为它经过分拆 它股价早就已经创新高了 对 这跟陆股的指数是变得完全无关 它早就创新高了 对 那另外就是网易 那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广告打很凶 因为最近我们看一下公车广告 公车的广告大概就两种 一个是选举 另外一个就是手游 对 这最热门 有时候会搭配一些电影 是 所以这个其实手游真的还蛮多的 对 你看一下这个也是过去 从今年1月份以来 手游是手机游戏 手机游戏 对 它早就已经创新高了 这个是五月份的高点 它早就已经突破了 所以这个产业非常强 不过回头来看一下这些产业 说实在的 这跟中国大陆的这个 每五年一个计划其实非常有关 是 你看一下这个今年是2015年 所以推下一个13.5计划 对 那之前2010年那时候推12.5计划 对 你回头来看好像跟这个都有关系 真的吗 好我们去回顾看12.5是什么 对对 我们去看一下五年前人家在规划 五年前规划什么 对对 比如说新一代的这个信息技术 那能源啊 新能源汽车 对 那包括一些新材料啊 生物科技 最近当红嘛 对 所以你看一下这些东西啊 感觉上是现在最热门的东西 对 五年前它的规划 其实你现在看回头看 这个好像是新的这个规划嘛 买这些股票 这早就旧了 这是五年前的规划 对 那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13.5规划里面 对 有些是跟过去一样延续的啦 对 但就是进一步 比如说这是这个level 1跳到level 2 就是变成这个更高阶的 比如说环保还是延续之前的 当然这个内容会有一些改变 那医疗的部分 生物科技其实也是延续 是 但是未来会越来越多 那包括呢这个铁路 这个过去大概也是有在建设 对继续levels 那新能源的部分也是一样 那新能源的汽车也是一样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 已经超过美国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个其实市场是非常大 对 那唯一不一样是有两个 一个是全面二胎 这过去没有 对 那另外一个是机器人 过去也没有 对 所以现在这中国大概很缺人 要不然去用人制造人 要不然要制造机器人 对 所以你看这个未来的中国人会非常多 人的产业 对 不管是有没有生命的人 都会制造出来 对 这是这个整个新的产业的变化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能够追上这些产业的变化 基本上才有机会成为赢家 对 那跟中国大陆最好的 比如说跟这个就是南韩 对 其实南韩很不错 他除了这个美国保持好的关系以外 就是他有点像等距的外交 对 但他其实做的还算不错 反正大家就觉得 都不得罪 对都不得罪 其实大家对他都还不错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亚太指数 那我们说我们谈到MCI纳入成分股里面 对 那你看到这个十大的涨幅里面 我们提到前面两档 叫韩美科学跟韩美药品 这都是韩国的生技股 对 那另外高斯是日本的 对 那这个韩国航太 航太工业 那另外灰山乳业呢 跟这个恒大地产是中国的 是 那另外呢 这个丰太是台湾的 对 所以你看前十大里面有六个是韩国的公司 所以非常强 这个亚太的这个MCI 对MCI亚太指数的表现里面最佳的十党个股 韩国也在质变 我观看韩国股市其实比台股价 以指数来看还要弱 对 可是韩国的个股非常强 因为韩国像我说要收到三星 三星压着 对 LG压着 所以现在如果说想到韩国想到三星 那个其实是不对的事情 就是猪头的感觉 你就是会看到这个旧韩国 对 没有看到新韩国 是 那你看一下 比如说呢 这个我们之前有提到 这个像我们提到这个 韩美科学跟韩美药品 这涨翻了 对不对 对 那另外像这个Siltron 这家这个生物科技公司 基本上它的市值已经等于 这家LG了 它是卖药品的 对 一颗药就拼过这个 做那么多面板 对 一点用都没有 那另外像这个 这个叫爱莫利太平洋 这家公司也越来越火红了 对 它准备去挑战这个资深堂 而资深堂我们知道是日本的 这个 第一品牌 知名品牌 对 那这个爱莫利太平洋集团 基本上它发明一个叫做 气垫粉铺 粉铺 气垫粉铺 这个很厉害 就是说它本身有很多种作用 就是你铺了以后 这个基本上又可以美白 又可以防晒等等 而且看起来自然完美 又健康无瑕疵 不知道是购物台 你这种没有买 说实在就对不起自己 对不起老婆 对 那而且它透过这个什么 就是之前来自星星的你 对 这个女主角随便铺都 对不对 铺完之后 连外星人都爱上她 对 所以这个就很厉害 所以韩国你看它星星产业 你看前10名表现的个股 对 跟过去你想的都不一样 也不是做手机 也不是做汽车 也不是做钢铁的 对 完全都不一样 那另外一个东西 我们提到新产业 我们倒不提到台湾 我们提到这个 全球有一个知名的公司 而且被到处判违法是谁 这个Uber 对 优步 就是计程车 这被计程车抗议抗翻了 对 很多国家也把他限制说 他是违法的 是 可是你回头来想一想 这是他的这个执行长 叫特拉维斯卡拉尼克 他是1976年出生的 是 世光跟你同样年纪 他那些市值大概是60亿 美元的一个身价 60亿我可能要除他几百倍 所以还是有这种怪物 对 那回头来看一下 这个是从设立第一年 到这个之后 他的这个公司的市值变化 对 那最上面就是Facebook 你看一下这后面 这一条 灰色的这一条 对 那Uber的部分是这一条 对 那Twitter是这个地方 所以Uber其实跑得比Facebook还快 对 Facebook目前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了 是 那以Uber来看 目前他的这个市值大概是600亿美元 对 你知道鸿海的市值大概多少 第一 鸿海现在市值大概1.3兆新台币 所以换算成美元大概400亿美元 是 所以他大概等于是2兆的新台币 对 他的市值大概1.5倍的鸿海 对 这家公司在干什么 他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因为他主要在做快递嘛 是 他主要在做外卖 对 因为他透过这种方式的发展 其实很多的这个快递公司 或者是这个外卖公司 他觉得我不用去养一个车队 对 我通过这个Uber就好了 有人赚钱 所以这个新形态的这个产业 或者新形态的战争 像这个IS怎么打都打不死 你知道吗 对 这也是新形态的战争 对 就是你看这个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俄罗斯 这除了中国这个八国联军 没有王国之外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IS 因为他们去那边打了以后 发现拔箭事故心茫茫 你知道吗 对 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所以很恐怖 在新形态产业的一个出发 对 或许是我想全球经济的未来契机 好 君明带来一个重点 就是我们投资要看到一个新眼光 万民哥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很恐怖 因为大陆现在做一个东西叫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这个动作是在今年两会之上 由中国的国务业总理李克强所带出来的 他说中国经济 是要全面的大开放 观看我们看一个数字 这是中国新创公司的一个年增率 按照目前今年最新的速度 大陆每天竞争加4000家创新公司 所以一年会增加大概160万家的新公司 远远超过了第二名的英国跟后面的美国 所以我们看起来很恐怖 因为我们竞争最怕的 并不是像万民哥最怕的 并不是大K讲得比他好 最怕是新的竞争者 用跨业的方式把万民哥取代 我们最怕的竞争 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得到对手 而是看不到的对手 而大陆这种疯狂的鼓励创业 现在连发K也看到了 台积电也看到了 再不去会来不及 您能观察 这个李克强大概今年三月的时候 就提出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那时候强调要用互联网家的方式 这个鼓励年轻人创业 那政府投钱 怎么投 三月份的时候他讲说 政府要直接投资这个200亿人民币 那到了五月份的时候 就说要投资这个500亿人民币 那到九月份的时候 最新出来的时候 已经说要投资这个600亿人民币 加起来大概就是3000亿台币 那这个做法其实也不奇怪 我跟大家看一件事情 这个人呢 这个人叫做沙赫特 这个是纳粹银行家之称 他跟希特勒是好朋友 这个是希特勒掌政的时候 沙赫特在他旁边 因为他是一手在纳粹政权底下 当这个经济部长 兼这个中央银行的行长 那个纳粹上台的时候 他就公布了一个纳粹党 紧急经济纲理 经济纲理 振兴德国的经济 因为那个时候 德国面临着很大的失业率 然后生产效益不脏 但是银行也有很多闲钱 放不出来 沙赫特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发行就业券 只要政府发就业券 就是你哪个人 要开公司 要雇佣劳工 我政府就给你这个就业券 你就拿这个就业券 跟银行换钱 好 文明哥我们先这样管 回来观察一下 因为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到底对于两岸的经济 或对我们投资的未来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可能是个机会 也有可能是一个竞争的压力 也有可能是个风险 这样的广告我们回来看一下 台北股市今天股市很明显 为什么有股票喷出去 有股票重挫 跟万众创新密切有关 这样的广告我来告诉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